欢迎收听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请听第402集 敌军就在眼前,李信眼中燃起了火焰 韩连,你去叮嘱蛮贼,让他们再走慢一点 十几名骑兵回应,就一斗缰绳冲了出去 韩刚和李信只带了20名作为赤猴的游记,不可能让他们上阵厮杀 但用来阻碍骑兵更少的敌军行动,却十分方便 举骑,鸡鼓,锤号 李信的战旗举了起来,宣告大宋王师到来的古号声在原野上向四面八方传了出去 以行军队列行进中的队伍顿时停步,用着最快的速度整队,转换成作战阵型,开始追击敌军 听到了古号的呼唤,推头看到了来源的官军,被裸走的百姓纷纷反抗起来 而为了吸引宋军的来攻,压解他们的蛮贼一点也不手软,开始砍杀不肯听命的百姓 隔着一里的距离,前方的惨叫声清晰可变,更可以看到前方蛮军的沙炉 见到这一幕,战旗大幅前倾,号角和鼓点更加急促 自韩纲以下,八百余名官兵的愤怒从古号声中传出 可就在被追击的时候,蛮军依然没有任何动摇,用刀枪催逼着百姓前行 是不是有问题?随着韩纲一起前行,追击贼军,苏紫园越看越是不对 官军都快追到他们了,贼人怎么还不肯放弃老百姓呢? 伯旭前面没有看出来,韩纲很惊讶地看着苏紫园 没看到那座村子吗?如果烧的是房子的话,烟气哪里会有这么浓? 还看不见多少火呢?啊,前面有伏兵? 苏紫园倒抽一口冷气,转头望着不远处正在燃烧的村庄 嗨,韩纲叹了口气 伯旭你知道,西军每次大败都是因为什么吗?是伏击 关西千山万鹤,官军与西贼交战,哪一次不是提心吊胆,防着西贼的伏兵 追击的时候,更是要左右看着两边的山沟 他惨然一笑,这可是几十万条人民换来的经验呢 说起演技,这群蛮子可比党项人差多了 韵石,你是打算将计就计?怎么不…… 苏紫园一声惊叫瞪大了眼睛,指着冲锋在前的官兵 难道他们都看出来了? 京南平满,都是在山中走,哪有不防被埋伏的 下面可是连十五都知道了 没看方才过村子的时候,安排了最精锐的一队靠着村子在走吗? 没看到始终离着村子,有三十步的弓箭射程吗? 没有看到下面士族的眼睛,方才都盯着哪边? 没有看到殿后的又是哪一个步? 我们可不是张手鞋 韩刚笑得很开心,只是先骗过自己,才能骗过敌人 贼人会使计,多半也是兵力不足的缘故 村子就这么大,外面还生了烟,最多藏下一两百人 这点伏兵,随手就能解决 那为何不直接攻进村子,应该能将里面的贼人给引出来吧? 万一他们砍杀百姓怎么办? 韩刚反问 苏紫园沉沉地点了点头,虽然是冒了风险,但将计就计的确是最好的办法 韩刚笑了一笑,他还想要见识一下京南军的实力 赶了一天的路,麾下的士族没有九战的气力 如果换上其他情况,他肯定会先让士兵修整后再出战 但蛮贼的自作聪明,让韩刚看到了一战而胜利的机会 用湿草做出了浓烟滚滚的模样,遮掩了村中伏兵留下的痕迹 而宋军竟也没有细查,盯着前面的队伍追了上来 一切顺利的难以想象 刘勇兴奋地捏着拳头,透过护村的矮墙向外张望 宋军就在他们的眼前追击而过 转眼之间,前锋已经快要追到离开的队伍 而后军也都越过村子四五十步 一切都按照计划发展 只要解决了眼前的宋军 回到昆仑关,就能让胆小如鼠的黄金满 看得眼睛红掉 二冻竹,该冲了 何学纠狠狠狠叫道 别让宋人有时间,张起神毕躬 刘勇一直耐着性子,就等着这句话 随即一声大吼,一马当先直冲了出去 两百名精锐也紧紧地跟随着他 一起冲出了村子 当身后一片吼声响起 正在追敌中的宋军回头一看 一群面上满是刺青的蛮贼 正嗡嗡怪叫着 如同恶鬼一般从背后冲了上来 而前方又是一片吼声 原本正驱赶着百姓拼命向前的贼军 这时候也纷纷反身杀了过来 好了理信 指挥追敌之势由我代理 至于后方由你来处置 韩刚御马前冲 冲着前军高声吼着 贼军已经中计 后方一百多小贼而已 由你们的李都坚在 足矣 速速击破眼前贼人 救出我大宋子民 南下之战的投工 看看谁人当先拿到 随军的小谷更加急促地敲了起来 这是加快进攻的催促 数百可求一战的 京南京瑞欢呼起来 纷纷冲向敌军 在前方贼军中 混杂着百姓的时候 官军不便动用神臂弓 但作为京南军中的精锐 刀斧用的一样也不差 作为先锋的一个都 手持大斧 旋风一般冲入敌阵 血光顿时冲天而起 重达十几斤的 精铁大斧挥砍的时候 就会带起一阵猛恶的呼啸 如同狼入羊群 当者披靡 广渊蛮军拿着刀盾想要抵挡 却哪里能抵挡得住 脆弱的刀枪盾牌一劈就断 连同后面的蛮兵 搂头给一斧头劈开 与此同时 被蛮贼抢弩的百姓趁机 挣脱了束缚 但是他们没有逃跑 而是怒吼着 冲向反身作战的贼人 向着焚烧他们家园 杀戮他们亲友 蹂躏他们妻女 抢劫他们财产的强盗 用手用牙 用一切能用的武器 奋力的撕咬过去 本已是难以抵挡 粗然之间又受到前后夹击 蛮贼顿时溃不成军 而后阵此时 李信已经跳下马 两名亲兵 捧着十几只质毛 身后是为数八十人的选风 都是李信模仿关西的习惯 从他麾下数千军中 挑选出来的精锐 一百六十多只眼睛 冷冷地看着冲杀上来的贼军 刘勇冲出来的时候 距离宋军后阵 就只有四五十步 这个距离神毕宫根本来不及拉动 不过他没有想到宋军反应极快 转眼就是殿后的队伍 督在了自己的面前 但眼前的宋军 只有手上兵力的一半不到 他哪里会放在眼中 四五十步转顺就只剩一半 刘勇冲在最前面 手上的大刀 瞄准身穿一升山文甲的李信 金光闪闪的甲咒 已经炫花了他的双眼 他用足了气力一声大吼 要把自己的得意给吼出来 然后 他就见到他的目标 踏前一步 以双眼追之不及的速度 挥了一下右臂 为什么他右手连肩胛都撤了 最后一个疑问 刚刚在刘勇的脑中亮起 传入耳中的尖笑声 尚没有引起他任何反应 一阵麻木的冲击就从面门传来 转瞬之间 所有的意识都沉入了黑暗中 一只智毛从刘勇的面门扎了进去 轻易地击碎了脆弱的鼻梁 穿过了软额 扎透了舌根 最后带着血红的液体 从静后穿了出来 将广元州大首领的亲弟弟 钉死在地上 就在李信展示着他名震军中的 制毛之术的同时 他一手训练出来的选风 也同时制出了手中的铁毛 只要在三十步外 击中放在地上的银盘 就能揣着坏掉的盘子回家 李信模仿了从射横的炼兵法 在这时候见到了功效 连串的破风声后 接下去的是一声声惨叫 两百蛮军伏兵 选风们只用一击 就解决了三分之一 而智毛连接投出 转眼之间 只剩下最后一名蛮贼 茫茫然的站着 他已经被巨大的冲击 夺去了所有的神志 不逃也不降 下一刻 七八只智毛同时贯穿了他的身体 仁慈的将他送到了他的首领身边 轻轻松松的一战 就解决了自作聪明的敌军 只用了比吃饭多上一点气力 就是进迁斩首 下面的士兵喜笑颜开 打扫着战场 等着宾州城中的官民出来迎接 但为首的韩刚李信 都是阴沉着脸 苏子元更是连眼睛都红了 躲在村中的和学纠被揪了出来 他磕头如捣蒜 为了保住小命 将自己知道的军情和盘拖出 一名徐兴秀才献策 李长杰用了堆土成山的策略 一点点的将土山向永州城上堆 不过城中多次募集赶死之士 出城截杀 驻山的进度缓慢 可是在李长杰的指挥下 永州城已经接连战死了一个都监和一个供奉官 一个叫薛举 一个叫刘诗谷 这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消息 没有其他的了 和学纠磕着头 小人不敢有半点隐瞒 韩刚嫌恶地看了和学纠一眼 一挥手 将他拖出去 两名亲兵走过来 一把将人夹起 和学纠惊得呆了 拼命挣扎 大声叫道 官人 你说过不杀小人的 韩刚冷眼看了看 白读了圣贤书的汉奸一眼 我是不杀你 但宾州的百姓会不会杀你 就看你到底作没作孽了 和学纠被拖了下去 三人皆莫不作声 虽然还没有破城 但李长杰用的手段 却是正打在永州的死穴上 从他们的进度上看 永州最多最多 也就只能再坚持三五日的时间 而且这还是两天前的消息 如果要救永州城 剩下的时间也就两三天了 是等后方大军过来 还是设法继续前进 苏紫园看向韩刚的眼神中 带着祈求 但他不敢说出来 这关系到韩刚 李信和近千名将士的身家性命 他不能指望韩刚为此冒风险 李信紧锁眉头 昏仑险官 天下文明 仅仅八百匹兵 根本攻不过去 而超小道 则有全军覆没的威胁 这个风险 他不能带着他的兄弟包泽去冒 但他也不能当着苏紧儿子的面 说放弃救援 只能选择沉默 过了好一阵 韩刚终于开口 用着就像是出去吃饭的口气说 我们要拿下昆仑官 拿下昆仑官 李信摇头 他虽然没走过昆仑官 不知险峻如何 但昆仑官如此大的名气 也绝不是八百人一功就破的关爱 这不是说句话就有的结局 今天要不是广源蛮贼自己犯蠢 赢是能赢 但伤亡绝对不会这么小 我们只有八百疲惫之兵啊 韩刚要供昆仑官救永州 苏紫园惊喜地直至感激提灵 但他冷静下来 就知道以手上的兵力根本不可能 是否是超小道至昆仑官背后 他只想到这一个可能 蓝在永州和宾州之间的山区 只是一片连绵起伏的矮山而已 能绕过昆仑官的小道不少 但山中草木风貌 蛇虫围数众多 雨后往往有所谓的张力之气 其道路一向难行 不过眼下是少雨的冬日 比起其他季节 算是好了不少 迪武乡攻昆仑官 就是以骑兵自小道绕过关城 前后夹击 这一次李长杰来宫听说也是以 欠骑兵走的小道 韩刚说道 要绕过昆仑官 还是很容易的 但是贼军难道会不防备 只要派人监视道路 想偷袭根本不可能 而且无论狄青还是李长杰 都是齐政相合 没有说只用骑兵 苏紫园不是要博视韩刚 他更希望韩刚能驳回他的疑问 毕竟我们只有八百人 哪里能分得出骑兵 正兵两路来呢 我几曾说过绕过昆仑官 永州危在旦夕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 而且手上兵威将寡 走小道往永州绕过去 这是自导死路 韩刚否定了之前的猜测 李静和苏紫园都糊涂起来 那要如何攻下昆仑官呢 考朝廷 韩刚正欲深入解释 却见前面来了一队人 领头的穿着官袍 宾州支收来了 便不再继续说下去 赵明记在宾州支州任上 只坐了五个月 并不是正式的支州位置 而是以贵州教授的身份 战设宾州州市 这在梁广很常见 不足为奇 琼崖岛上除了 穷州以外的三个军 甚至都有过立员 全设州市的例子 不过落到个人头上 仍可算是一桩美差 但交纸入侵 尤其是昆仑官失守之后 赵明记就恨不得 将这个烫手的位置丢出去 早早地跑回贵州 尽管赵明记穿着一身官袍 但在韩刚等人的眼中 他不像是官员 就是个穷人诈父的 村学究的气象 赵明记带着城中的官吏 走过来 一路上小心翼翼的 不去看堆在一边的手机 艰难跋涉 艰难跋涉 才到了韩刚的面前 下官拜见运时 明记见过苏军叛 李都见 赵明记在韩刚三人面前 将自己的位置摆得很低 韩刚和苏紫园就不用说了 都是正经的经朝官 而李信这一等级的武将 也不是他敢得罪的 尤其是亲眼见识过李信的武功之后 少说也有千人以上的贼军 而且还用了计策 在背后藏两百伏兵 但这些贼人 京南军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给解决了 一场战斗轻轻松松 就如同砍菜切瓜一般的简单 被他们驱赶的宾州百姓群起而攻 外面又有二十多骑兵 而诺大的一片原野 连着遮蔽的地方都没有 到最后 来犯的蛮贼 一个都没能逃出去 尤其是那些中了质毛的伏兵 有许多甚至都被插在身上的质毛 牢牢地撑住 尸身邪倚着 就是不倒地 让赵明记看得心中发毛 下官身处道中要地 望着北方日盼夜盼 早早就盼着京南来救援 今日终于让下官得到了 赵明记歌功颂德的说着废话 苏紫园听得脚板磨着地很不耐烦 他还急着要想知道 韩刚究竟要怎么夺回昆仑关 而李信尽管仍是默不作声 但他也是不耐烦地 望着正在打扫战场的麾下将士 战场之上 到处都是血淋淋的痕迹 参战的士兵这时 正在用刀斧将他们的功劳 从尸身上一个个地给斩下来 韩刚的几个亲兵在一边做着记录 蛮贼不论轻伤重伤 一律一斧头解决 一千多斩首 光是堆起来就是一座小丘 被拯救下来的百姓 则坐在尸堆上抱头痛哭 他们之中有许多都是跟贼人同归于尽 官军能有这么大的战果 也是靠了他们的奋力反抗 战斗结束后的第一件事情 韩刚就是命人赶紧将受伤百姓 抬到干净的地方包扎急救 韩刚和李信手下的亲兵几乎都派出去了 可以说是韩刚的影响 如今西军将领们的亲兵 基本上都是受过全套的战场急救训练 这是无法普及医疗制度的权宜之举 因为能让将领收服军心而流传开来 一枚枚手急被交过来点验 脸上尽是刺青的蛮贼头颅 就算死后依然猙獰得如同鬼怪 李信念了一声佛 天道循环 报应不爽 南方前信浮屠的极多 李福玛和李日尊也是一座寺庙 接着一座寺庙的剑 苏子元冷笑着 一点慈悲之心也无 光想着剑寺庙 素金身就能成佛 哪有这般的容易 看见苏子元和李信 分心的说着他事 赵明记也没有少说 哪怕一句的奉承话 他是真心实意的感激韩刚和李信 他见识过打的敌军全军覆没的战绩 就在二十多天前 接下来的这些日子 他连着多少个晚上都是夜不能寐 生怕一觉醒来 城外就是一片胶脂的旗帜 好不容易才盼到了今天官军的大胜 运时都监军派 韩刚派去祭典伤亡的新兵回来了 军中伤亡已经祭典出来 四人战死 二十七人受伤 韩刚点点头 整场战斗他都看在眼里 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字 受伤的短时间内不能重新参加战斗 不过八百多人的队伍 这一下子又少了三十名的战力 赵明记却是在惊叫着 以千人之军攻千人之军 敌尽授手而官军指望四人 此乃当世奇功 韩运时指挥若定 李都监无勇盖世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402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403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